明朝民间故事 刻苦用功 长大后练就了一手好文采 高举忠18岁那年娶了媳妇 叫李香莲 李香莲虽是个乡村女子 却挥笔作画妙手不凡 画啥成啥 描啥像啥 自从小两口结婚 情投意合过的甜甜蜜蜜 真有说不完的恩表不尽的爱 为使高举忠日后能金榜提名 李香莲尽心服侍 公婆二老家里地利的活儿包揽了 让高举忠举安心攻读 这一年到了大比之年 高举忠要词别父母 妻子进京赶考 高举忠对妻子说 娘子此番进京 众语不忠 多则一年 少则半载便回来 望娘子进心服侍二老 多多保重 然后飞身上马 直奔京城 自从高举忠走后 李香莲一边服侍公婆二老 一边搬着指头过日子 日思夜盼高中举能金榜提名早日归 高举忠的父母想而心切 得了一场大病 不久便相继去世 公婆二老去世后 李香莲满怀悲痛之情 埋葬了二老 又便卖家业房产 然后李香莲靠卖话 乞讨 奔京城巡夫 再说进京赶考的高举中 他到了北京城后 凭着真才实学 金榜提名 被皇上清点为投名状元 那年头 新科状元得会官拜府上 文丞相见高状元仪表不凡 年轻英俊 有文才出众 顿生了喜爱之心 这一喜爱可不得了 文丞相便想招高状元 做上门女婿 原来 文丞相独有一女 叫文秀英 文秀英长得美若天仙 诗秦书画样样精通 只是年已二世尚不婚配 文丞相有意将爱女许配高状元 自然将高状元带若上宾 在酒席宴间 文丞相说 老夫爱你文才不凡 欲将爱女文秀英嫁你为妻 不知你是否应允 高状元听了 盲拱手道 丞相 并非下官不想应允 只因下官早有结发之期 较力相连 文丞相听罢 心说自己已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丞相 说出去的话 哪有收回之理 便抢逼道 本丞相顾不得许多 但只问你与爱女文秀英之事 你到底应允不应允 正正 高状元一见 哪还敢说别的 只好说到 下官 应允 文丞相隐瞒实情 文秀英根本不知 高状元家有父母和结发之期 高状元身在丞相府 亲戚家中父母和结发之期 高状元一次次向丞相请求 文丞相以安心军事为名而阻拦 为这事 高状元整天愁眉不窄 闷闷不乐 文秀英见高状元闷闷不乐 直到他有心事经再三追问 高举中便实情相告 文秀英听罢 惊了个目瞪口呆 心里埋怨父亲 不该如此专断 怎奈生米做了熟饭 只有哑巴吃黄莲 有苦罔度礼宴 后来 高状元和文秀英密议 私派了心腹之人 到高家庄村接父母和李相连 只要把三人接到 文丞相岂有不收之力 谁知 偏偏天不遂人愿 几个月后 去高家庄的心妇人回报 说高状元母 已不在人是李相连将公婆埋葬后 也下落不明 高状元文逊 犹如五雷轰顶 从此 更加愁眉不展 再说文丞相 见高状元闷闷不乐 便千方百计想让他高兴 文丞相知道高状元爱画如命 只要听说哪儿有卖好画的 文丞相总是不问价钱 再贵也要买回府 送到高状元的书房 这一天 文丞相正在书房内品查 呼听大街上传来一阵叫卖书画声 便派了两名家丁 去街上看看 若是画好 就买回来 两名家丁出了府 一看 卖画之人是个乡下女人 正双手托着几幅叫卖 他们走上前 再看这几幅画 画的是一男一女两位老者 画的那好劲儿 就跟活人似的 这么好的画 若是给高状元买回去 一定会喜欢 于是两名家丁便问 卖画的女子 这画卖多少钱一幅 这位卖画的女子 不是别人 正是进京巡夫的李香莲 她自从到京城后 一边沿街卖画 一边打听丈夫下落 来到文丞相府门外 见两名家丁来买画 便答道 十两银子一幅 少一文不卖 两名家丁一听 价是贵了点 可好货不便宜 这么好的画 十两银子买了也值 便对李香莲说 这幅画 我们十两银子买下了 你随我们进府去取钱 若是文丞相看中你的话 兴许会给家赏钱呢 李香莲随两名家丁进了丞相府 到了文丞相书房外 两名家丁 这么好的画 是何人所画 回老爷 是一个乡村女子 哦 一个乡村女子 竟有如此妙笔 可探可配 不知这女子现在何处 回老爷 先在门外等着取画钱 快让她进来 两名家丁喜滋滋出来 将李香莲领了进来 文丞相问道 不知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哪里人是 李香莲跪倒在地 答道 民女叫李香莲 家住河东高家庄村 只因三年前 夫君高举中进京赶口 一直下落不明 民女特来进京寻夫 文丞相一听 不禁道吸了一口凉气 心说 这真是冤家路窄 问了半天 这女子却是高壮远的结发之妻 有心认下李香莲 让高壮无夫妻团聚 转念又一想 使不得 自己若认下李香莲 自己的爱女文秀英 不就屈成二房了吗 这是若是传扬出去 自己的老脸往哪儿搁 想吧 文丞相心生一念 突然脸色一沉 急喝道 李香莲 好你大胆雕覆 竟敢目无王法 你可知罪 啊 民父不知罪犯哪条 李香莲听了大吃一惊 文丞相冷声说道 我派两名家丁出府满话 你见我府家丁取出十两银子 便起杀人夺来之心 杀了我家两名家丁不算 你又闯进府来 连杀我府两名丫鬟 李香莲 你可知罪 啊 民女冤枉 冤枉哪 这不是大白天说下话吗 李香莲哪里肯认 哼 让你是不打不招 文丞相想恼羞成怒 让家丁用竹箱夹住李香莲食指 动了酷刑 一个柔弱女子哪惊得起这般折磨 李香莲受刑按压 然后将他打入水牢 可怜的李香莲 遭不白之冤 被打入其腰身有水牢 吃尽了苦头 满腔悲愤意气涌上心头 真想一头撞死 在那夫君高举中还不知在哪里 又哪能下着狠心呢 想到自己千里寻夫 却落个如此下场 李香莲不禁泪如雨下放声悲哭 偏巧这天 文秀英心烦意乱 和丫鬟来后花园观花 二人进花园 听到水牢那儿传一阵阵女人哭泣声 来到水牢一看 见水中有一女子 两手上血迹斑斑 两眼哭得红重 文秀英健壮 顿生侧隐之心 江水中女子搭就上来 被救之女正是李香莲 等被拽出水牢 李香莲谢救命之恩 文秀英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李香莲便将姓名绅士 以及一连串的不幸说了一番 文秀英听罢 真是又惊又喜 惊的是父亲身为丞相 竟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 喜的是夫君高壮元 日思夜响的结发之妻找到了 事已至此 顾不得多说 文秀英急忙将李香莲请进内室 让李香莲换件干净衣裳 等帮李香莲换洗完毕 文秀英亲自搬座椅 亲热的说 让妹妹受苦了 你快请坐 李香莲一听 哪单等得起 忙问 不知妹妹二字从何说起 你女实不敢当 文秀英便将事情原由讲说一遍 李香莲听罢 呆若木鸡 沉默了好长功夫 才问道 她现在在哪里 文秀英忙说 她正在书房读书 请姐姐稍等片刻 我去把她叫来 说罢 又安抚了李香莲几句 便出了内室 直大奔书房 文秀英来到书房 却见高壮远正泥塑一般 盯着墙上刚挂起来的这两幅画出神 原来 文丞相将李香莲打入水牢后 派人把画送到高壮远书房 高壮远一看 心里一动 画上的两位老者 怎么与我父母一般模样 高壮远越看越惊奇 越看越伤感 思念已去世的父母 更想念下落不明的李香莲 文秀英来到高壮远跟前 说道 姐姐李香莲来了 高壮远听了又惊又喜 啊 此话当真 文秀英不便多说 急忙拉上高壮远 来到内室 高壮远一看 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李香莲 但见李香莲双手上的血迹斑斑 依稀可见 两眼红肿 眼窝深陷 高壮远一阵心如刀纹 跪在李香莲面前 问道 杨子 你因何落到了这种地步 文秀英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子 见了这般情景 早巧声退出门外 让高壮远夫妻互诉衷肠 李香莲见了丈夫 便把他离家后的情况一一叙说 就愿心恨不禁其用心头 恨文丞相伤天害理 恨高壮远无情无意软骨头 李香莲满腔悲愤 心如万剑刺穿 怒斥道 你身为人子 却不知孝敬双亲 正当二老白帆发送之时 你正在朝中红袍加身 你身为人夫 却不念夫妻情分 为妻在水牢忍辱受苦之时 正是你想受之时 此其耻大辱 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 说吧 一头扑往墙上 顿时 鲜血尽流 倒在血泊之中 高壮远问心有愧 跪在地上不敢抬头 想自己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依落了个不孝不义之名 苟活于世 还有何去 高壮远一抬头 见墙上挂着一柄镇宅宝剑 对李香连说了声 爱妻 我也去了 便起身摘下宝剑 引颈自问 正在门外的文秀英 呼听高壮远悲声痛哭 便知情况不妙 急忙推门进来 只见李香连和高壮远 都已气绝身亡 文秀英在丞相府中 从小娇生惯养 见惯了花草与鸟 哪见过这等残景 吓得一声大叫 傻了 傻笑着 跑了出来 此时 文丞相正在客厅用茶 听到外面传来嘻嘻哈哈的傻笑声 不禁吃了一惊 出来一看 却见文秀英疯疯癫癫地乱跑 文秀英健壮 便命女佣将文秀英拦住驾走 然后急忙来到女儿房内 只见高壮远和李香连两人倒在血泊之中 早已血凝身凉 事后 文丞相命令新妇人将二人释手偷运出京 埋到荒郊野外 并命令府中人不准将此事外泄 埋了高壮远和李香连 文丞相生孔万岁跟他要人 自己不好收场 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向皇上揍了一本 谎报高壮远和文丞相的一个丫鬟思染 被人发觉后 高壮远无言于人事 自杀身亡 皇上得报后 信以为真 便不再多问 文丞相谎言瞒骗皇上 免去了婴寿的罪责 一块压在心头上的石头落了地 然而 另一块石头压得他更难受 自从文丞英受了刺激变风以后 文丞相便求天下名医 以心要将爱女的病医好 可一来一去 文丞英的风病不但没医好 反而日益加重 不久 文丞英就忧风而死 好故事接着看 黎树村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 穷得叮当响的张秀才居然成亲了 新娘名叫白素素 长得十分漂亮 是个千里挑衣的大美人 村里的老少爷们纷纷感叹 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他们在艳羡之余 进而又对白素素的来历 产生了巨大的疑问 村民们之所以会是这种反应 那是因为张秀才早年丧父 他又是个手入腹肌之力的穷酸秀才 除了会因棘手破尸 做几篇酸文外 可谓是一无是处 连他家仅有的两母柏田 都全靠他母亲王室一个人在耕种 母子俩相依为命 日子过得极其轻苦 你说这样的人家 怎么可能有人看得上呢 所以张秀才二十多岁了 一直没有成亲 谁承想他现在竟然娶到一个 如此漂亮的习 也难怪村民们混一神医鬼了 于是就有几个好事之人找到王室 旁敲侧击打听白素素的来历 儿子的婚姻大事已经顺利完成 王室每天喜得眉开眼笑 心情好得不得了 见到有人问起儿媳的事 便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当中的情由 原来前不久的一天傍晚 张秀才闲来无事 便沿着河岸闲走 忽然看见河面上飘来一截木头 远远望去 上面好像还趴着一个人 张秀才虽然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 但心地还算善良 他看见那人抱着木头 在混浊的河水中再沉再浮 形势岌岌可危 于是连忙扯了根树藤甩过去 套住木头拉到岸边 把人给救了下来 张秀才救下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现在的媳妇白素素 据白素素讲 他家在千里之外的白龙镇 因为发大水 家中其他人全都葬身于 滚滚洪水之中了 唯独他落水后 侥幸抱住一截木头 之后便在河面上飘了几天几夜 最终才被好心的张秀才救了下来 遭逢大难 如今又流落一箱 白素素为了能有个欺身之所 同时也是为了报答张秀才的救命之恩 于是就主动提出要以身相许 有这种好事 王室当然是求之不得 就这样 张秀才白捡了个漂亮媳妇 听王室说完 众人皆则则称其 都说肯定是张家祖上积德 如今才会有这段天赐良缘 要说这个白素素 那真是个好儿媳 好妻子 自打架给张秀才 他不但包揽了地利的农活 就连洗衣做饭这些家务事 也全然不要婆婆操一点心 王室操劳了一辈子 林老道想起了轻浮 每天都笑得合不拢嘴 而让他感到更加高兴的是 有了媳妇的儿子变得斗智朗阳 开始埋头苦毒 励志来年考取功名 生活似乎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 却让王室的心底蒙上了一丝阴霾 这天下着蒙蒙细雨 有个肥头大耳的和尚路过张家 敲响房门说是想讨一杯热茶喝 谁知一见到开门的白素素 那和尚顿时面露惊诧之色 随后力声大喝 大胆妖孽 还不赶快束手就擒 说完抡起手里的馋杖做事欲打 白素素吓得连声尖叫 慌力慌张往屋里退去 和尚还想追赶 却为闻讯而来的王室拦住了去路 急得连连跺脚 王大喊道 大娘 你快让开 此女士成了气候的狐妖 若不尽快铲除 你和你的家人都会有危险 王室被和尚的话唬住了 愣在原地六神无主 不知所措 这时张秀才提了一把菜刀 冲了出来 上前就撵人 哪里来的疯和尚 满嘴胡言乱语 快给我滚出去 和尚见他气势汹汹 如沙神降临一般 把白素素护在身后 只得摇头叹息 不甘心地走了 打难以后 风言风语便传开了 村民们在背地里说长道短 议论纷纷 都说怪不得张秀才的媳妇美若天仙 感情是个狐妖啊 随着谣言四起 王室逐渐看白素素哪儿都不顺眼 只是碍于他勤劳肯干 贤惠孝顺 故此并没有表现出来 不久之后 张秀才突然病倒了 这下王室对白素素的猜忌 又中了几分 只是看到他 依不解代地照顾着儿子 始终还是不愿相信 他是害人的妖精 过得几日 白素素这天清晨 正在给张秀才喂药 村东拓的陈寡妇 突然骂骂咧咧地找上门来 只见他怒目圆睁 双手插腰 显眼看着白素素 阴阳怪气地说 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 我听到鸡舍里的鸡叫个不停 爬起来一看 就见一只闭眼银狐 正在抓我家的鸡吃 情急之下 我这暴脾气就上来了 于是抄起棍子 打伤了他的后腿 那狐狸见识不妙 一瘸一拐地跑了 我看他逃跑的方向 就是朝你家这边来的 陈寡妇说到这里便打住了 转头看着王氏 表情很是怪异 王氏面上虽然不动声色 其实早就听得心里直打鼓 当下只得强装镇定 板着脸说 你说的什么狐狸 我们家没人见过 你去别处看看吧 说着变下了逐客令 把陈寡妇给打发走了 接二连三的事情 使得王氏越发疑心 白素素的身份来历 脸上阴晴不定 不知道在想什么 在看白素素 他倒像个没事人一样 依旧专心致志 一勺一勺的给丈夫喂药 喂完药后 白素素起身去厨房做饭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王氏眼中的阴霾更加浓郁了 于是趁着这个空档 走到床边一屁股坐下 低头和张秀才嘀嘀咕咕说了一通 张秀才满脸的不相信 极力劝说道 娘 你不要听别人的闲言碎语 娘子他对我怎么样 你也看到了 他怎么可能是 王氏很是不耐烦 挥手打断他的话 不可质疑的叮嘱道 你听娘的就是了 晚上好生看看清楚 张秀才只得无奈的点了点头 到了晚上 听着身旁白素素均匀的呼吸声 张秀才暗想 娘子一个人要忙着的活 要事后老娘 还要照顾我这个病人 实在是太辛苦了 娘亲也真是的 自家的人是什么样 难道自个儿心里还没点数吗 怎么反倒对外人的三言两语 深信不疑 我要是照他说的去做 那就太对不起娘子了 反正他也不知道 我到底有没有照办 明天我就说娘子没问题就是了 张秀才正想着 呼听支哑一声 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 随后就见王氏提着一盏油灯 捏手捏脚的走了进来 娘 你这是 张秀才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的看着母亲 王氏把手指竖在唇边嘘了一声 示意他不要说话 然后走到床尾 掀开被子定睛一看 不由的压低声音惊呼道 果真如此 你看这是什么 张秀才抬眼望去 就见妻子的小腿上有一块淤青 好像是被棍子打低 他顿时觉得脑子嗡嗡作响 难道妻子真的是 成寡妻妇说的闭眼淫胡 不 这当中必定有什么隐情 待明日一问妻子便知 张秀才始终不相信 贤惠能干的妻子会是狐妖 于是低声为他辩解 怎奈王氏现在已经深信不疑 冷冷地对他下达了最后通牒 要是明天张秀才不把白素素修了 他就上吊自尽 由于白天太过劳累了 白素素还在沉睡 对母子二人的谈话浑然不觉 张秀才虽然不忍修调如此贤妻 怎奈母亲以此相逼 最后只得无奈妥协 第二天 张秀才看着忙里忙外的白素素 修妻的话语 叫他如何说得出口 在无比的煎熬中 他始终不肯开口 一直拖到了傍晚 期间王氏好几次用眼神催逼 见他还是无法下定决心 于是使出杀手锏 故意拿出一卷麻绳在他跟前晃了 那架是不言而喻 如果张秀才不把白素素赶出家门 就当场撕给他看 被逼得没有办法 张秀才指得很下心肠 强撑着起来 提笔写好一纸修书 塞到白素素的手里 转身含泪哽咽道 你我夫妻原尽 你走吧 白素素顿时泪如雨下 十分委屈地说 夫君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啊 张秀才无言以对 王氏却在一旁冷冷地说 还以为是天赐良缘 不料取了个桑门星进门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 哎 你还是赶紧走吧 听到这里 白素素明白了 感情母子俩听信谣言 真把他当成狐妖了 于是连忙解释 娘 不是这样的 您听我说 你不要妖言惑众 你现在说什么 我们都不会听的 怎奈王氏根本不给机会 执意把他往外面赶 张秀才心里十万分不忍 想要挽留 却被母亲狠狠地瞪了一眼 当即就不敢说话了 白素素毫不委屈 只得哭哭啼啼地朝门外走去 突然 一个黑影闪身进来 拦住了他的去路 众人定睛一看 来的竟然是个道士 那道士扫视众人 最后目光停在王氏身上 立声怒斥道 别人说什么都信 简直是愚昧无知 王氏见他一脸正气 不怒自为 心里有些发怵 于是小心翼翼地问 敢问道长 此话怎讲 道士指的白素素说 贫道云游四方 以降妖除魔为己任 见过的妖怪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 是不是妖怪 贫道一看便知 这位姑娘分明就是个活生生的人 并不是什么妖怪 你呀 是被人给骗了 原来 村里有个流言外 他对貌美如花的白素素 早已垂涎三尺 于是买通一个酒肉和尚 让他上门演了一出 石破狐妖的戏码 故意在村里散播 白素素是狐妖的谣言 他这样做 其目的是让王室母子 将白素素赶出家门 白素素在黎树村举目无亲 离开张家后就无处可去 到时候他再出面好心收留 自然就有机可成了 谣言散播得非常顺利 只是白素素太贤惠太孝顺了 所以王室刚开始只是半信半疑 还无法下定决心把他赶出家门 刘远外于是又心生一计 让人在白素素给张秀才买 要回去的路上袭击他 之后便花钱指使陈寡妇 在第二天清早到张家说了那番话 莫名其妙被人打了一棍 白素素为了不让病重的丈夫担心 回去后就没有说 结果王室看到他腿上的瘀伤 立即就相信了陈寡妇的话 所以白素素根本不是什么狐妖 一切都是刘远外为了得到他使的奸计 道士说完 张秀才非常高兴 同时又对色迷心窍 诡计多端的刘远外恨得哑哑哑 只是王室还半信半疑 于是就问那道士 敢问道长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呢 道士笑道 说起来这就巧了 贫道前些日子经过此地 无意中听说这里有狐妖 就打算降妖除魔 为民除害 可见到这位姑娘后 贫道发现她根本不是妖怪 当时就有些纳闷 明明是人 为什么要传她是妖怪呢 这当中必定有蹊跷 贫道天生爱管闲事 于是暗中查访 这才搞清楚 这全是那个刘远外的阴谋 谣言猛于虎 你们可不能偏听偏信啊 听到道士的解释 王室这才恍然大悟 想到自己误信谣言 疑神疑鬼 险些毁了这段天赐良缘 当下满脸羞愧地对白素素说 媳妇啊 都怪娘一时糊涂 冤枉了你 娘这就给你赔不是 你可千万不能离开我们了 看到误会解除 白素素破涕为笑 非常大度地说 娘 这都是坏人作怪 我怎么会怨你呢 张秀才高兴地手舞足蹈 病都好了一大半 他一手拉住母亲 一手拉着妻子 笑呵呵地说 好了 好了 云霄雾散 以后我们一家人要互相信任 这样坏人就没办法钻空子了 白素素和婆婆兵士前嫌 千恩万谢送走了那个好心的道士 此后没过多久 张秀才就痊愈了 带到来年相识 又金榜提名 中了举人 与此同时 白素素十月分娩 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一家人欢天喜地 其乐融融 张家是双喜临门 但那个坏蛋流原外就惨了 因为贪瘾好色 他把真正的狐妖给招来了 家里成天闹得是鸡犬不宁 他被折磨得焦头烂额 心力焦脆 没过多久便一命呜呼了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